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藉由这个部分打开他们的听觉 让他们可以听见声音 而不是只是说呢 就只是听而不见这样子 一般来讲的话都比较去忽略到声音这个部分 而且从以前我们的音乐教育 大部分都是会出销在我们的 古典音乐啦 或者是作曲啦 选曲啦 这些的就是一般我们所定义的音乐 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上面 那反而是在我们平常所听到的声音呢 就会比较忽略掉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藉由这个课程 也能够让学生能够开启他们的听觉 在听见台湾的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是收集在校园里或者是在学校附近周围 你所居住的地方的一些生活中的声音 然后利用这些声音呢 去把声音编辑 介绍给其他的地方的同学或者是其他人 来了解这个地方 我们是录制地方的声音 所在地或者是校园的声音 然后呢 让学生去把这些声音做编辑 用圆形做编辑 不去做编辑 那让这个作品给其他人听见都能够知道 他所介绍的这个地方的声音的特色 甚至于呢 从声音当中可以去读取到在地的一个文化 例如新竹的这一个有名的风 海风 那或者是他制造米粉的这些声音 都是当地文化非常好的一个音源 介绍当地文化的音源 那再来呢 像说我们屏东的风铃记 你借由风铃的声音 让我们去认识这个地方 或者是宜兰童丸节 他们在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这些声音的收录都是当地的特色 可以让我们更了解 从声音当中更了解这个地方 在技巧部分 当然它是很必要的 但是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更重要的是 你怎么样去表达你这份作品 你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或者是你想要让听众听到你在做什么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我们要的是希望能够借由作品当中 让学生了解到声音跟音乐做一个结合之后 可以表达什么样子的一种意境或者是美感 我们也是训练学生可以借由这些分组分享或回馈当中 去了解作品的一个鉴赏度 在一个音乐作品当中如何去分别它的好坏 那它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 那从这一次的教案当中 也希望能够提升它们的一个美感 也希望能够提升它们的一个美感 不是故随属的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